这应该有一百斤吧 一百斤 买那个芋头要买重了 轻轻的看着大 松松的芋头不好吃 你像是 调到我一样 对 哇 你直接用菜刀啊 一次完成了 你老婆笑最快的 你一会儿 尝什么都快 芋头好 看里面的条纹比较多 就是芋头比较好 等一下要蒸熟 20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很快 对 搅一滴 这个直接搅碎掉了 芋头搅两次 搅细一点 所以它搅得细腻 它如果不瘦的话 它会粘住 好 加水 怕酱过去吗 对 哇 你还加黄油啊 加啥 哇 好香啊 黄油味道出来了 这一口可以做好多饼 3-400个 它要炒到那个 能破团 能包住 颜色升很多了 很好吃感觉 它喜欢吃甜 我觉得这个不甜 现在人家都怕甜 冷却就颜色暗淡了 对 有淡浆味 小蛋黄 蛋黄用更多 还是芋笠用多 芋笠多一点 这个是中心的线 芋笠 蛋黄 马鼠 辣植就是这个马鼠 蛋黄更少点 看了口水一直通 现在厨师不错了 来做大饼 厨师是做这个的基础 你肯定要懂一些 150克的面粉 哇 这包的呢 看到里面蛋黄 也是像环尼巴 现在怎么大家都把饼做这么大个 600克 600克很大 现在就330克 这一个比一个圈头还大 这些做面皮的 要揉的光滑的 对 面粉用高筋的 都有 加这么多下去 我没有 那台长长脚鸡的 都说它好 脂肉慢慢流 接下来干嘛 加鸡蛋 再放一下起一角 这要加水吗 不用 奶粉 这就要下腩足了 加面粉的 碗一盆满满的 较筋就可以了 这个皮比线还小 对 做大饼 人家一只手往两只手 别人做一做 我会做三个 不是推的 脸乎鸡都干过利手的人 我不是人干 谁可以干 给他做图案 这一个饼够好几个人吃 一般一家人 四五个 进行 好多不会变形料 你自己能烤几张啊 三十二 好 要烤二十分钟吧 两个人要是差不多三十分钟 哇 还不热气出来 烤一半出来刷一层蛋黄蛋黄 更黄 现在欠人家一万多个的饼 一万个要多久 一天两天说要到十一点 脱模了 应该热的好吃 一般会油好 哦 冷的会油 饼皮像中跟吃蛋糕一样 也能拉丝的 蛋黄会很足 鱼绵密绵密的 饼皮像的饼皮像 饼皮像的饼皮像